在未来世界,全球多地被外星人入侵,距离灾难爆发已经过去121天,外星包子污染了地球上30%的空气,难民只能搬到临时避难所,这四个月来人们饱受灾难折磨,此时日本大阪的街道上,外星怪物正在疯狂猎杀居民。 它们撞似蜘蛛,行动迅猛,长脚就像鱼叉一样锋利,眼看街上的同胞一个接一个死去,科学家光熙窜出来指挥,它点燃布置在街道上的废车,爆炸的油箱形成一道天然防线,看来这些怪物畏惧火焰,光熙不断用自制的燃烧瓶攻击,可是怪物如同过江之清,仅凭光熙一人根本无法出尽,它只能继绿而为,多救一个算一个,就在这时一辆直升机来到上空,光熙以为它们是地球防卫联盟的人, 赶紧跑过去求助,不料两个男人强行把他架上飞机,原来这伙人是达摩科技的私人武装组织,他们按住不断挣扎的光熙,并解释道,仅凭个人力量,永远无法打赢这场战争,我们要带你去的地方,拥有足以拯救全人类的资源。 光熙文言总算放弃挣扎,经过一段漫长的飞行后,它抵达巴西亚马逊雨林,窗外是一艘巨型外星飞船,原来达摩科技在四个月前缴获了一艘外星飞船,进而投入大量的资金精力研究,但是迟迟没有进展,所以负责人小黑才把光熙请过来,因为就是这个女人的编码,帮联盟军打下了这艘外星飞船。 小黑认为只有光熙能够攻破难题,不过在进入飞船前,所有人员都要接受测试,工作人员会询问各种问题,检测光熙的精神状态。 当医生提到她的故友时,光熙突然情绪失控,撤下设备离开,工作人员判定她不适合进入飞船,但小黑不能再拖下去了,如果再拿不出研究成果,官方就会收回达摩科技的飞船研究权,所以小黑破例允许光熙进入,不过为了保险起见,卷毛医生会全程陪同。 这架外星飞船与我们的科技不同,墙壁上有微观的神经通路,比起机械更像能操作的直体,飞船面积足以跟加拿大媲美,其中心有一个巨大的能量体,它就是整艘飞船的智慧核心。 光熙的任务就是进入其中,尝试与能量体交流,不过在它之前,所有的人都失败了,并且失去了部分记忆,甚至有人遭受严重的神经损伤,至今没有恢复知觉。 所以小黑才让光熙做精神测试,医生再三询问他有没有准备好,光熙却毅然决然地接受挑战。 他全副武装站在能量体前,医生则要把传达的信息频率传送到光熙的手表上,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与飞船交流。 而光熙的表现果然不俗,能量体居然主动靠近,这种情况鼓舞了所有的研究人员。 光熙继续更换不同的频率,能量体的反应更加激烈,甚至放了一首人类歌曲,它和光熙之间似乎有某种特殊联系。 与此同时,外星生物对印度的袭击正在向西满岩道巴基斯坦,并引发了一场难民危机。 担心母亲阿妮莎正带着孩子们偷加油站的东西,小女儿负责吸引老板注意,哥哥趁机偷食物工具,妈妈则躲在车后面加油。 不料,老板很快察觉到不对劲,她拿起枪就要去抓阿妮莎,结果大门早被人插住了,两个孩子趁机溜出后门钻进车里,阿妮莎开着车子扬长而去,一家三口逃到居民区,随便找了间空房子休息。 两个孩子流亡了一路,很想在这里住下,阿妮莎却坚决不肯停留,且不说居民区容易受到外星人攻击,光是幸存人类之间的争斗也难以应付。 阿妮莎的丈夫就死在人类手中,大儿子卢克不想听她的话,还擅自拿走包里的金属块,这个东西似乎很重要,阿妮莎变得十分紧张,最后还是小女儿过来调和,卢克不得不妥协跟着妈妈重新上路, 三人途经一个小村庄,一伙士兵正在不远处吃饭,阿妮莎让孩子在车上等待,她准备下去搞点物资,不料卢克又开始作死,她竟然溜下车去偷士兵的汽油。 等阿妮莎发现时已经晚了,她只能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,祈祷对方不被抓包。 可惜天不遂人愿,卢克被上完厕所的士兵抓个正着,阿妮莎见状把枪别在身后,然后故作淡定地上前解释,希望士兵放过她不懂事的儿子。 但几个兵哥非常谨慎,他们怀疑阿妮莎是反叛组织的人,所以不由分说地上前搜身搜车。 果不其然找到了武器跟黑色金属块,士兵检测到金属来自外形,马上核对阿妮莎的信息,结果发现她是一名通缉犯。 士兵将阿妮莎三人关进运输车,里面还靠着一个叫克拉克的男人。 尽管对方态度友善,但阿妮莎十分警惕,不肯跟她过多交流。 车子开到半路时遇到了一个受伤的女孩,士兵急忙下车确认,不料两边树林冒出一伙武装组织。 这伙人飞速将士兵制服,紧接着敲了敲车厢门。 克拉克听到后提醒阿妮莎等人捂住耳朵,下一秒门锁就被炸开。 原来克拉克是这帮人的领袖,他不信任联盟军,所以建立武装组织,想靠自己的能力在末世生存。 克拉克劫走物资,火速离开,并没有伤害这些联盟军。 阿妮莎跟着他们前往秘密基地,想等到明天早上再赶路。 克拉克忍不住多岁,在末世之下,单打独斗是很难活下去的。 深夜,阿妮莎握着金属块沉丝,不料上面的花纹开始波动,卢克甚至听到了横场声。 难道说金属块跟飞船能量体有关? 李斯文是一个昏迷不醒的男孩,总算有了要苏醒的微弱迹象。 这个男孩名叫小卡,她曾意外与外星生物连接,并指挥对方停止攻击。 但也正因为这种连接导致小卡陷入重度昏迷,好友黑妹目睹了整个过程。 但妈妈等人不相信她的话,毕竟联盟军都没有办法对付外星人。 一个未成年的男孩子能有什么作用? 只有黑妹坚信小卡与众不同。 不过两人分隔两地,她都不知道小卡是死是活。 如今黑妹生活在郊外的难民营,只能通过传单了解外界的危机。 她不甘心躲在暗处苟且偷生,所以留下一封信告别母亲,独自踏上了寻找小卡的路。 两人失去联系前,小卡正在医院接受治疗,所以黑妹打算去医院看看。 她很快抵达小镇,死状惨烈的尸体遍布各处。 学人启事贴满了大街小巷,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家庭。 就在黑妹黯然伤神之时,一辆警车突然出现。 他们高喊此地空气有毒,想将黑妹强制转移到收容所。 黑妹的目的地是医院,绝不能被他们抓走。 她钻进小巷,逃进了重度污染区。 两个士兵见黑妹迟迟不出来,只能留下一个防毒面具后离开。 黑妹带着面具重新出发,几经辗转后找到了当地医院。 她先去停尸房确认,好在那里没有小卡的实体。 黑妹找到前台电脑搜索档案,发现小卡被地球防卫联盟转到了巴黎圣保罗医院。 现在有了明确的目标,黑妹心中充满了希望。 而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内,还有一个人知道小卡与众不同。 她叫老崔,是名退伍军人。 此时,别墅后院正在开家庭派对。 老崔望着头顶的外星飞船,以及身边尽情享乐的家人。 不由感到了一种荒谬的割裂感,似乎在安全区内的人类根本不在乎外面发生了什么。 可是老崔忘不了惨死的战友,完全无法融入现在的平淡生活。 她开车前往一家军方管控的网吧,然后拿出一本破旧画册,里面全是小卡根据幻象画出来的。 老崔坚信这些涂鸦跟外星人有关,所以一有时间就过来查资料。 家人看出老崔满怀心事,所以鼓励对方,如果真的不甘心,就上路寻找答案吧。 不久后,老崔查到一个关键线索,在麦克廷县的玉米地里,曾出现过小卡画的图案。 她马上收拾行李,连夜出发。 不料麦克廷县外设置了关卡,一个普通小镇为什么要重兵把守,还严禁过往车辆进入。 老崔更加笃定这里面有猫腻,她拿出之前的军装换上,然后翻过林中的护网,老崔走进军方驻扎的指挥中心,谎称自己是少年派来的士兵。 不过路上遭遇外星人袭击,因此耽搁了一段时间。 守门的看她神色自然,就让老崔去二楼找中士报到,后者当然没有去找什么中士,而是偷偷溜出后门,钻进了一个最为神秘的帐篷。 只见里面摆满了玻璃罐,其中培育着大量的外星植物,老崔凑近仔细观察,不料里面的东西猛地膨胀,吓得他发出了声音,因而招来的是兵。 老崔解释自己只是迷路误闯,不过基地已经查到了他是个退伍兵,则已将老崔关进了拘留所,还收走了他的背包。 老崔很害怕弄丢笔记本,好在领头地告诉他,明天一早就会有车把你送出这个州,届时我们会归还所有的私人物品。 老崔这边暂时告一段落,让我们回到黑美那边,此刻他到达当地最大幸存者营地,想找其他的好友。 好在上天垂帘,黑美遇到了好友小眼镜以及阿尔夫,他将自己的目的地告诉两人,三人商量过后,打算一起前往巴黎。 等到夜幕降临,他们溜进一栋豪宅的地下停车场,准备偷一辆代步工具。 这家人真的是超级土豪,车库里全是豪车,而且钥匙就挂在墙上。 阿尔夫兴奋地选了一辆保时捷,不料误助警报被房主发现了。 幸运的是大人不在,只有男孩蒙蒂跟妹妹小宝开门,他们父母去国外度假至今违规。 两个孩子一直守着不肯离开,这么多天只靠零食果腹。 蒙蒂不在乎他们偷车,只想让三人尽快滚蛋。 可小宝坚持要跟着拯救地球,而且黑妹三人没一个会开车的,只有蒙蒂这个半吊子会开。 最重要的是,他老爸在巴黎有一套公寓,到时候可以在那里落脚。 就这样,蒙蒂在车库上给父母留信后,就开着捷豹上路了。 画面一转,回到光西这边,他已经超出了时间限制,不得不暂时离开能量体。 这次尝试虽然有所突破,但只有一段高频信号比较特殊。 他出现的时间并不规律,有时候几天一次,有时候几个小时一次。 这时,医生让光西接受身体检查,好在他没有出现异常情况,意识还非常清醒。 光西无意间路过某个房间,里面都是跟能量体交流过的科学家,其中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。 不过,每个人都神情呆滞,还未从精神折磨中走出来。 光西心事重重地离开医护室,不料发现头顶的飞船结构逐渐已行。 他马上跑回控制中心,让工作人员重复刚才的操作。 后者只是在做数据分析而已,迫于无奈,只能重复一遍。 光西跑回去,监视飞船的触角结构。 发现当发射频率调到90的时候,那些触角就会隐身。 几人稀里糊涂地触发了他的隐形信号, 说明飞船就是靠各种频率波段向外发出不同的信号。 光西走到外面透气,只见地面的沙子因为飞船频率震动,组成了有规律的花纹。 而天上的飞鸟也在组队盘旋,似乎是受到了频率干扰。 他突然间毛色顿开,立刻跑回去调出四个月内出现过的所有高频信号。 光西指出,这段信号符合三次样条曲线,很可能就是飞船在向母舰求救。 如果他猜得没错,下一次信号会在凌晨5点32分出现。 工作人员有些不解,知道这个信息有什么用呢? 难道我们要拦截求救信号,光西马上否定,我们要做的不是拦截,而是顺着信号黑进母舰。 今晚光西彻夜难眠,他要确认自己的推测没有错,很快到了5点32分,那段高频的信号果然出现了。 光西马上把入侵计划告诉小黑,对方听完提出了一个问题, 如果那是向母舰发射的求救信号,为什么没有人来救这艘飞船? 光西解释,也许母舰收到了求救信号,只是认为不值得大费周章跑过来救援。 不管怎么说,这都是个重大突破。 如果真的能黑进母舰,解除所有外星飞船的隐身状态,军队就能用核弹把它们打下来。 不过,击落的残骸肯定会砸向地球,造成不可避免的人员伤亡。 小黑觉得,打仗难免要做出牺牲,再说了,地球71%都是水,不一定会砸到人,他愿意赌一把。 小黑立刻将计划转告给联盟军的负责人,后者刚开始极力否决,但转连一想,也没有别的办法。 反正再拖下去,人早晚的死光,还不如放手一搏。 据分析,明早9点42分,飞船会发送新一波信号,而光西会趁机黑进母舰解除隐身指令,可它最多能维持30分钟。 所以联盟军的核武力量只需要瞄准天空,及时发射就行。 与此同时,麦克廷县的警局内,老崔被人关了一夜,连个值班的警官都没有,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爆炸头女人,对方却让她再多等几个小时。 说什么,现在局里人手紧缺,待会儿才有人把你送出镇子。 随后,爆炸头接到一个电话,又是一起居民失踪报案。 麦克廷县近日根本没有入侵事件,却总是有人离其失踪。 墙上贴近30多张寻人启事,爆炸头就是因为这些失踪的人才加入警局帮忙。 因为镇上的士兵、警察、各种各样的组织,全都在为了研究外星人打转。 所有人都想着一口气解决问题,却没有人在乎这些失踪的个体。 他们不是战争必须的牺牲品,而是某个家庭的母亲、某个老人的独子。 每一条人命都是宝贵的,可爆炸头找不到任何帮手。 警长一直对失踪案视若无睹,从战场上幸存的老崔非常理解爆炸头的心情,他表示自己可以帮忙。 老崔仔细看墙上的寻人启事,上面标注了每个人的失踪日期。 他突然间想到了什么,老崔让爆炸头拿出画册并翻到其中的某一页。 上面的图案跟失踪老警长的警徽相同,而且画板上标注的数字与各个失踪日期相吻合。 老崔有种预感,他快要接近真相了。 画面一转让我们看看阿妮莎一家的情况,他们在营地留宿了一夜,罗克就喜欢上了这种稳定的生活。 可阿妮莎却让他快点收拾东西,两分钟后去下一个难民中心。 克拉克劝他放松一点,闲崩得太紧是会断开的。 阿妮莎认为有危机感是好事,就是因为他时刻保持警惕,才能在末世中存活。 很快,他们一家三口跟着克拉克的车前往下一个难民中心。 不料,半路收到求救信号,有户居民被困在了峡谷中。 克拉克当即决定过去救援,阿妮莎不想带着孩子冒险,可他坐着人家的车根本没有决定权。 克拉克把车停在峡谷附近的高地勘察,他们看到一家三口被困在车里,周围大概有六个外星人。 克拉克命令大家带上火炎喷射器,一起进入峡谷救援。 他临行前让女儿小拉克待在车里,然后把车钥匙交给阿妮莎。 万一事情出现了纰漏,阿妮莎可以开车逃跑。 眼看克拉克等人深入峡谷,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 车在无线电中传来无数哀号声,小克拉担心父亲的安危,二话不说就下车冲了过去。 阿妮莎见状打算开车离开,不料遭到卢克阻拦。 他不能像抛下爸爸一样,放任克拉克等人死掉。 卢克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下,他看到山坡上出现了一大波外星人。 卢克火速冲进峡谷,阿妮莎只好把背包交给女儿,然后朝着儿子方向追去。 另一边,地球防卫联盟正在紧张部署。 印度代表人对该计划有些不满,万一发射途中出现问题,洲际弹道导弹落到他们的头顶上怎么办呢? 负责人表示他已经下令告诉所有特工,如果没有击中飞船就在空中引爆炸弹,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。 很快各地的核武器进入待命状态。 紧接着,负责人开启全球直播,表示将于今日9点42分对外星侵略者实行反击。 他父亲曾经说过,永远不要让人看到你低着头。 现在恳请大家抬头望向天空,一起见证这次任务。 随着倒计时逐渐归零,光息迅速顺着信号黑入母舰。 只见空中的外星飞船逐渐显现,负责人一声令下,核弹齐齐射向天空。 空中爆起巨大的火焰,巨大的飞船坠向海面。 全球人民欢呼雀跃,历经四个月的惨痛失败,人类终于打赢了一仗。 这次行动击落了七艘外星飞船,在飞船陨落的同时,外星人丧失能量接连死亡,科拉克等人因此保住性命。 阿妮莎也带着儿子爬出峡谷,可奇怪的是,车里的小女儿不见了。 难道说那些外星人根本没死,还抓走了阿妮莎的女儿? 另一边的捷豹五人组正开着车前往巴黎,不料前方出现大规模堵车,所有人都在抬头望天。 吴小智没有收听广播,压根不知道连忙的轰炸计划。 黑妹下车询问执勤的士兵,结果得知有一班火车误点,侦察队去检查后全体失踪。 所以法国人要求闭关入口,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通行。 至于抬头看天,是在等联盟反光外星人。 黑妹文言叫蒙利掉头,他们可以步行穿过隧道前往巴黎。 黑妹不管联盟有什么举措,他不会放弃寻找小卡。 五人深吸一口气进入隧道,不曾想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几具实体,他们应该就是失踪的侦察队。 下一秒,前方冒出个外星人,眼看他就要冲过来,蒙利的脚却卡在了铁轨中。 就在这危急时刻,外星人突然倒在了地上,八成是因为联盟击毁飞船,导致他们丧失火力。 而小宝发现了更多外星人,他们全部缩成了球体。 比起死亡更像是处于休眠状态,这时黑妹发现地下水在震颤。 几人把水杯放上去测试,发现那些震动还在持续,并且伴随着一些细微的声音。 他心头涌上一阵不安,也许是外星人并没有放弃入侵。 这些频率就是他们发出的信号。 黑妹马上叫着大家离开,而身后的外星人正在发出微弱的光芒。 随着五人持续深入,地上的尸体越来越多,看样子,这些人本来想关闭铁门,却遭到了外星人袭击。 此刻小宝紧紧盯着身后的隧道。 与此同时,圣保罗医院内,病患围着收音机分享好消息,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喜悦的笑容。 只有一个冷静的女医生走进了一间特殊实验室,里面有很多能感应外星人的孩子。 医生的工作就是采集信息,昏迷的小卡就躺在隔间中。 尽管同事都认为她永远不会清醒,可女医生却始终抱有希望,因为小卡每小时会发作其次震颤。 这证明她的大脑还在活跃,同事们不以为然,这次击落飞船后,各地的外星人都死掉了。 也许明天研究计划就能结束,大家也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。 殊不知,意外很快降临。 深夜,前台收到附近医院的求救,各地突然出现一大批遭受袭击的患者。 紧接着,外面传来剧烈的撞击声。 女医生赶紧冲出去查看,原来是一辆救护车撞到了柱子。 她过去检查驾驶员的情况。 女医生意识到情况不妙,外星人的反击可能要开始了。 她跑回基地让大家转移,并且带走所有的研究资料。 女医生站到小卡床边,他们没有能力带走昏迷的病患,只能告诉小卡,你一定要挺过这次灾难。 另一边,吴小植听到了奇怪的嘶吼声,他们急忙把铁门关好。 下一秒,外星人一股脑地冲过来,他们变得更大,更恐怖。 阿尔夫拿出发焦跟火机,想用火焰将外星人驱散。 但很快他就绝望地发现,这些家伙克服了怕火的弱点。 眼看铁门就要被攻破,他们抓紧跑进后门,并且大力拧紧阀门。 几人被吓出了一身冷汗,不敢再耽搁时间,赶紧朝着出口继续赶路。 他们遇到了那辆没有到站的火车,一看就知道之前发生了意外。 蒙蒂担心妹妹的状态,所以要休息一会儿。 他们找了辆废弃的汽车,让小宝在后座上睡一觉。 阿尔夫则带着小眼镜去找物资。 黑妹看着蒙蒂兄妹一时间有些自责,如果不是他执意要来巴黎, 大家也不会被困在隧道里。 黑妹独自在隧道中散心,不料小卡突然出现在前方。 他还以为这是在做梦,可下一秒小卡就开口说话。 他说自己跟外星人建立联系后,就感到了一股神秘力量在暗中指引。 小卡跟着那股力量走,结果进入了外星人的世界, 所以他才会陷入昏迷状态,而且迟迟没有醒来。 如今小卡倾尽全力才能跟黑妹交流。 黑妹文言让小卡千万不要放弃,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。 说完,小卡的意识就消失在隧道中。 而外星人钻进了活塞减压管道,不久后就会闯入主角团的藏身地。 好在小宝听到了管道内的声音,他赶紧冲回去通知大家, 怪物马上就要来了,我们必须立刻离开。 而盲弟刚才趁大家休息,利用登山装备找到了一条路。 大家拉着绳子穿过废车,赶在外星怪物到来之前,爬进了另一组隧道中。 此时外星人就在身后追击,他们拼命向前跑,终于找到了出口。 不料前方堆满了沙袋,墙壁四周还绑着炸药。 看来外面的人想炸掉隧道入口,彻底将外星人堵在里面。 大家赶紧使出吃奶的劲儿大声求救。 好在外面的工人听到了声音,他火速跟上级报告, 士兵们挪开了一个小口,把几个孩子救出了隧道。 而下一秒,外星人也追了过来,长官立刻下令引爆炸弹。 随着爆炸声响起,混烫的热浪席卷而来,坍塌的隧道口将外星人彻底堵在里面,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 不过经过刚才的逃亡,小眼睛的腿严重受伤,大家让他跟着军医离开,由剩下的四人继续寻找小卡。 而此时的医院内一片狼藉,所有人都已经撤退完毕,只有小卡还在意识世界挣扎。 他没有忘记跟黑妹的承诺,正在拼进全力抵抗。 前四集的故事到此结束,小卡能否恢复清醒,面对已经完成进化的敌人,主角团们又该如何应对呢? 对本局感兴趣的小伙伴们,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,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。